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完成了一系列交易之后,胡人的阵容焕然一新 他们从后卫众多,阵容矮小,投射能力不足,活力不足的阵容 通过一笔笔交易,瞬间变成了风险高大,阵容深度雄厚 投射能力出众,激情四射的阵容 如今,胡人的阵容相比赛季初有了巨大的改变 特别是他们的先发阵容,除了詹姆斯和农眉之外 巴孙蕾或者是范德比尔特会占据胡人的一个首发封线的位置 而他们的首发后场搭档,看起来将会是场军三分命中数 一共达到6.0个的拉赛尔和比斯利组合 输给熊鹿之后,胡人目前的战绩为25胜31负 他们距离50%的胜率,差了足足有6个胜场 根据计算,如果想要稳定出现在季后赛的舞台 胡人需要在接下来的26场打出16胜10负的战绩 先击身附加赛,然后再考虑后面的事情 看起来,这个战绩加上胡人接下来西部联盟第三难的赛程 这是个不小的考验 但话句话说,如果胡人连16胜10负都打不出来 即便最后混进了季后赛,他们也走不远 作为是冠军为目标的胡人 别说16胜10负了 他们肯定需要打出更好的表现 否则这几笔交易相当于白费 用农眉的话说就是,胡人清楚他们的纸面实力 他们要做的,就是在胜于赛程 把这一点展示出来 不过,相对于38岁的詹姆斯 现在人们更担心的,反而是农眉的状态 尽管年迈,但是詹姆斯的状态保持得非常出色 对阵雷霆,他还是轰下了38分 结果,作为胡人攻防两端的绝对核心 农眉的表现成了这段时间胡人球迷讨论的焦点话题 显然,农眉看起来不仅在商欲付出之后 还远没有找到节奏 并且他如今看起来还被交易影响了心态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农眉透露他先后两次 因为詹姆斯破记录时拉胯着脸 向老瞻道歉,他称自己是因为当时球队落后才如此沮丧 不过,眼睛血亮的群众都清楚 农眉心情沮丧,不是因为这个 不管他是否处于杜兰特的交易留言当中 还是最终舍不得微少地离开 如今交易截止日已经过去 农眉确实应该好好调整心态 重新在内线打出统治级别的表现了 否则的话,胡人别说冲惯了 他们就连季后赛都是个问题 对阵雄鹿,尽管农眉拿到了23分16篮板 但从场上很明显能感受到农眉非常吃力 他几次单打大落几乎没有一次成功过 农眉真的打不了大落吗 本赛季之前课场战胜雄鹿 农眉高效轰下了44分10篮板4助攻三盖帽 他的数据和字母哥的40分7篮板5助攻基本持平 并且农眉在队位大落的时候 基本将对手生吞活泼了 毫无疑问 农眉依旧没有从糟糕的情绪当中脱离出来 尽管他在场上已经不再消极了 可过于急躁的农眉很难快速找回节奏 接下来的赛程对于胡人而言 他们已经没有容错率了 每多输掉一场 胡人就要看别人的脸色了 这对于任何一支以冠军为目标的球队都是不合格的 胡人肯定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他们的运营副总裁佩林卡 已经在交易市场上做出了绝佳的运作 如今胡人的阵容 他们不仅核心球员能力突出 角色球员实力也非常出色 阵容深度雄厚 并且搭配合理 有进攻 有防守 能内能外 不过尽管阵容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但胡人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农眉显然是需要重新找回状态 统治禁区的那个人 本赛季农眉的薪水达到了3800万 对于他这个级别的球星来讲 这个价格很便宜吧 但这是基于农眉健康情况下的说法 签下五年1.9亿美元的合同之后 农眉没有像外界所说的那样 把这份合同打出白菜架的感觉 接下来 常规赛还剩下两个月 如果打到总决赛 现在说总决赛确实有点远了 农眉需要在四个月的时间内保持健康 这对他是个严峻的挑战 但话说回来 詹姆斯已经表态 他还可以为任何球队冲击总冠军 而詹姆斯想要在胡人继续争冠 他最离不开的是农眉的稳定输出 关于胡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其他球队的消息 主场逆转战胜了尼克斯之后 76人的战绩来到了35胜19负 他们暂时稳住了东部第三的排位 不过 接下来 76人还有一系列的硬仗要打 他们将连续对阵骑士 灰熊 开尔特人 热火 两场 独行侠 熊鹿这样的竞履 这其中不乏冠军争夺者 能否在这波尖南的赛程当中挺住 稳住东部第三的位置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76人的季后赛征程 显然 对于76人中将来讲 他们需要提前把状态拉起来了 76人逆转赢球 结束两连败 奔比德打得强硬 哈登发挥出色 马克西状态回暖 这场胜利 让76人全队都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憧憬 然而 有一名球员是个例外 那就是他们的封线球员 富尔坎克尔克马兹 在交易节指日的时候 根据报道称 克尔克马兹向76人的管理层申请了交易 他不但没有走成 并且在回归76人之后 对阵尼克斯 克尔克马兹再次坐了冷板凳 他没有收获任何出场机会 看起来 一旦76人的新员迈克丹尼尔斯 可以出战之后 克尔克马兹在本赛季胜于赛程 基本都只能在板凳席上度过了 当76人随对记者旁培报道了克尔克马兹 向76人管理层申请交易的消息之后 面对记者的提问 克尔克马兹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我不会确认此事申请交易 但我也不会否认这件事 克尔克马兹的这番言论被报道出来之后 基本上 不管他是否有申请交易的举动 基本上 他在76人的未来是黑暗的 实际上 在我看来 克尔克马兹想要离开费城的想法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毕竟作为一名球员 能够出场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76人 克尔克马兹的角色逐渐边缘化 他在过去这个赛季还有着 场均21.1分钟的出场时间 到了本赛季 克尔克马兹的出场时间直接腰斩 只剩下了10.2分钟 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 克尔克马兹的出勤率只有50%不到 这并不是他有其他伤病的原因 而是因为里夫斯压根就不用他 除了赛季出 76人在遭遇严重伤病潮的情况下 克尔克马兹获得了一些机会 但也不多 之外 其他时候 克尔克马兹基本都是在板凳上消磨时间 这对于任何一名职业球员都是非常煎熬的 和76人签下了三年1500万美元的合同之后 算上本赛季 克尔克马兹和76人的合同还剩下两年1040万美元 说实话 他想走的心情 很多人都能理解 毕竟下赛季他就将进入合同年了 如果还留在76人 没有被交易送走 克尔克马兹将会失去重新赢得下一份合同的机会 这名身高2米01 年仅25岁的风险球员 即将步入自己生涯最黄金的年龄 但就目前看来还没进入巅峰 他就已经有点逐渐要淡出大众视线的感觉了 当然了 克尔克马兹被弃勇 这也怪不了别人 他自己的状态非常低迷 过去这个赛季 李福斯已经足够给他机会了 作为一名防守几乎没有的射手 克尔克马兹的三分命中率只有28.9% 本赛季 他的三分感觉有点回暖 但是命中率依旧只有34.3% 这对于任何一名没有什么出色防守能力的球员来讲 都是非常糟糕的 当76人拥有PJ塔克 梅尔顿 尼尔顿这种角色球员 甚至连马克西都打替补的情况下 克尔克马兹被放弃 也是很容易能预料到的事情 作为一名以投篮为生的球员 克尔克马兹本赛季的罚球命中率也只有65.5% 在我看来 克尔克马兹最不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向76人的管理层申请交易 即便被弃用 作为一名替补球员 他要做的就是努力训练 虽然这些年 NBA当中有不少球星都申请了交易 但球星是有底气的 他们申请交易 由于薪资问题 态度消极会影响球队的极战力和内部环境 除此之外 球星想要离队 他们是真正有其他球员愿意报价接手的 而克尔克马兹申请交易 没有任何球队询问他的情况 最终 只有他自己留在费城 并且非常尴尬 同时还彻底失去了出场时间 帮助针认